我們看到兩位我們政策的這個中共的總書記 習近平在二十多年來報告表示 不會放棄用武力來侵犯台灣 美國國務卿布林群是在表示 習近平已經在冠軍 統一臺灣的時間表露 國安局局長丹明通今天是回應說 中國武力犯台是不會贏的 立委是很關心 那中國來控訴臺灣 臺灣可以動多久的丹明通說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中華繼續對立 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強調不會放棄武力犯台 美國國務卿布林群是 習近平加速通以臺灣的時間表 作成台海局執行館 對所管教長丹明通二十共世會局 中共武力犯台不贏 也會成為中華民族的罪金 有在這裡要鄭重的告訴北京當局 武力攻台沒有贏的可能 臺明通表示 中華應該保障尊重各自發電 不過中間返台 如果拆除洪縮臺灣 也看作是戰爭 不像臺灣就有安全尊重有百十多天 天天起床十七十一天 就要五年以後才能擴充到十四天 劉委前回應 另外安全問題 重要性應該是官櫃武器採取 對問臺明通 臺灣在洪縮集合 可以更多久 如何確保另外困境 另外困境出現人力不足的溫柔 困境就沒有三百人 率直六出八十六人 往五年二十月 約十九十七% 立委觀察困境如何找不到人 國安局它屬於高標準的單位 所以我們在人員的一個招募 我們會提高標準 包含中誠一側等等 可能因為標準過高 然後能夠錄取的人就會比較低 還有國安局得勤中心的MDC 主機場已經需要二十多年 要跟英國處理商拆購 先進主機場 團出因為中間因素 沒辦法在到英國所出席 立處臺明通好人 表示受到疫情影響 現在已經開廟會分年時時太晚 記者綜合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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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